iPad mini是去年让我感觉到非常惊喜的一款产品 290克的重量可以塞到外衣口袋的体积 这让它对比其他iPad产品有了非常大的便携性优势 荧幕面积上还能远胜于手机 还有iPadOS各种特性加持 然而让我不爽的是输入体验 横屏的时候不管是哪种模式还是放置位置 用起来都不够自然舒适也影响到了效率 这主要也和iPad本身的握持姿势和设计有关 同时我们也更加熟悉手机上的键盘尺寸和持握方式 另外一方面就是iPad mini边框收窄之后 导致横屏下宽键盘不管是统一还是左右拆分都不太好用 竖屏之后键盘位置太低 头重脚轻的问题就呈现出来 理论上iPad能洗洗键盘 但是这个时候App的行为就会很诡异 像现在这样肯定是不太自然的 拆分键盘虽然能放到适合输入的位置 但是发送按钮和消息栏就有很大的问题 出于以上原因 我认为没有键盘的iPad mini就缺乏了生产力 多数时候只是一个被动接收内容的工具 就像Kindle那样 想要在和网友的雄面中获得战动力 那么一块键盘就必不可少 因此我就购置了一块外间键盘Bridge 7.9 虽然它是为非全面屏iPad mini设计的 但显然它还是能用在新mini上 首先iPad mini 6的高屏占比显著提升了体验 尽管键盘尺寸方面略宽于mini 但是考虑到键盘对空间的需求 我认为还算能接受 双手输入比平用键盘体验上更自然 键盘的建成和回馈属于良好水平 同时有着三档可调节的背光 然而为了改善体验 需要对键盘的修饰键进行替换 这里给出我的调整方案 首先就是我个人习惯emax配置 所以大写锁定替换成了control 其次是这块键盘的option在左侧 所以原来的control就被用作option 同时这块键盘本身没有ESC 不方便做退出和终端操作 因此右侧这个固端的option被替换成excape 本身这块键盘就是为iPad设计 所以command保持不动 最后这个globe fn键是apple原厂键盘独占的 所以没有重新map的意义 另外一点小区别在于数字列的波浪号和e整合了 这个变化带来两个问题 一个是需要用fn调出波浪号 另外一个是我们的肌肉记忆会把2当作一暗 所以需要适应 虽然这个键盘能在大多数角度保持稳定 但只能支持翻转到180度 并不能翻转使用 整体的做工还是比较上层 铝合金的材质也和iPad mini很搭配 只是iPad粉色和原来的玫瑰金色有些色差 虽然在新款在外边框上有些不匹配 但是多出了一条边可以当作笔记本盖子的着力点 表面只要不过度倾斜 基本都能保持稳定 然而和iPad Pro的问题类似 这种转轴结构键盘要稳定 键盘本身的重量就会大于平板 好在一个作为有键盘输入的设备 600克的重量少有对手 超小的体积也能方便从各种小包内取出 可以带到各种地方使用 不会有大平板占据桌面的问题 只不过装上键盘之后 想要拿着用还是显得太重 价格方面只比iPad这个折叠保护套贵一点 有的朋友可能会说 如果有针对Mini 6设计的键盘 可能会体验更好 还会加入触控板 那我的看法是梦里什么都有 现在Mini 6本身缺到不行 对于厂商来说 给那么一个体量不大的产品做配件 就算卖得出去 定义上也不会太便宜 从用户的角度来看还是早买早享受 反正我现在不高兴把4万块的 2公斤MacBook Pro带出门 每次金铁都要过安检不说 吃饭用的大家伙 要是被一杯咖啡干费 那就得大出血 最后还是得说 iPad mini 6的整体体验非常惊喜 没有一开始我想的那种 G13 Pro Max和11寸iPad之间的尴尬 这块外接键盘也满足了 我之前在iPad上需要频繁输入的需求 不知道你怎么看这款产品 欢迎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